Hello 欢迎大家又来到松仔和松他的频道 现在就进入了Easter holiday的第二个星期 越来越多的朋友就去出国旅游 可能上个星期因为Easter正一 价钱贵嘛 今个星期就稍微会便宜一些 还有可能跟某一些学校的时间没那么撞 即是出国旅游会便宜一些 我很多朋友都会出去游浮 但是大家出去游浮的时间就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为首先有一件事就不关大家事的 就关我和松太事的 我最近就看了一个新闻报道 就说现在现在已经有一些欧盟国家 就是不接受英国某一些人的英国护照入境 为什么 直接去到机场 他check in了 online check in了 去到机场才跟他说不好意思 你本护照的旗是不可以入境的 过期啊 麻烦你回家吧 不是啊 还没过期的 原来在英国退出了欧盟之后 入境某部分的欧盟国家 就是需要你那本护照的期 必须要在十年的年限之内 那这个呢我就觉得 没什么 一定是十年之后的 原来不是的 原来不是的 我打开我们的护照 我本护照是十年零五个月的 你本护照呢是十年零六个月的 多了六个月的 多了六个月的 那原来在英国呢在未退出欧盟之前呢 只要你那本护照是不超过你那个到期日之前呢 你都还可以去的 那怕你本护照4月30号到期 譬如你去一个欧盟国家呢 说西班牙去十天的 那你4月15号出境的话呢 是没问题的 你就可以走的 是啊 那但是呢 问题就在于 如果你是脱了欧之后 那你那本护照呢 如果你是超过了你本身的十年期 譬如是第十年零一个月 或者十年零两个月 你先去过那些欧盟国家呢 嗯 它就不让你去了 那即是假设你 譬如是4月1号去旅行 今年的4月1号 今年2024年的4月1号去旅行啦 对方在入境的时候 去看到你本护照呢 要是2014年的4月1号之后发出的 那就不可以是再之前了 但是你明明有期的哦 你明明我本护照不是4月到期 可能我本护照8月才到期的哦 那原来英国呢 一向就有一个规矩呢 就是以前的护照呢 它是会发出 由十年之到十年零八个月不等的 为什么会多 它可以多8个月出来的 是这样 但是没用的 现在多8个月 最搞笑的地方就是呢 人人都不同的哦 有些是十年正 有些是十年零两个月 有些是十年零四月 那好像我跟你这样的 一起renew的 是啊 我们本护照一起renew的 你就多我一个月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的 上网没有解释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的 但是脱了欧之后就不行了 所以呢 但是我相信呢 我一定有些听众 有些观众呢 他们是拿BC啊 或者他的护照真的十年没换过的 都不奇怪的 是 BNO都会的 是啊 BNO你是申请Visa才是什么呢 申请Visa才是几年而已 但是问题是 那本护照可以一早拿定的嘛 是啊 那护照是十年期的 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了 你去旅行 你去欧盟的国家旅行的时间呢 你要确定 你给那本护照里面呢 是有十年期存在的 就是 你剩下一部分 不是超过了十年的 一定要within那十年来的 所以我们就要很小心 因为我们就来要换护照 所以呢 我们就要确定 今年内一定要renew的护照 否则呢 可能到年底的时间 已经去不了旅行了 去不了欧盟旅而已嘛 那去日本咯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日本是怎么样啦 因为呢 我们之前呢 我们去旅行的时间呢 我们两个儿子呢 其中一个呢 就是 只剩下6个月的 是啊 那我就不知道 究竟可不可以入境啊 因为只剩下6个月嘛 后来发现是可以的 是啊 但是要自己上网查啦 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 入境的国家 是的 有些国家呢 就最少有3个月 有些国家最少有6个月 有些国家呢 甚至乎是 总之你到期前那一天 你都可以进去的 那就真的很dependent 那个国家自己的政策 还有那个政策 也都可以更改的 所以大家去之前呢 就要check check了 根据网上报道呢 就有一个英国人呢 为数不少的英国人呢 其中一个受访的呢 就是 他其实是check了in都没问题的 check in的时候的system 都没有flag到他那本护照出事的 是 他是去到机场上飞机前才被人截住的 然后就叫他回家 上飞机前 上飞机前 是的 那不排除 有可能是上了飞机 去到对方的国家 扔印的时候才跟他说要回去 都不出奇 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那这个是根据报道说啦 我不是当事人啦 所以100%告诉你一定会发生啦 那也都可以有脱漏的嘛 是 可能他说不是啊 我都能入到啊 那可能他脱漏都不出奇是吧 那但是大家要check清楚 你本护照 是你当他只有十年期 就是过了十年期的那几个月呢 是不算的了 现在是欧盟里面 有很多国家 不是全部的 又有某部分 那有哪几个呢 好难捉我啊 好难捉我 有哪几个呢 我又不肯定 那所以为免有这个错失呢 最好确定都是renew一本护照啦 有一个足够的年期啦 方便大家去travel的 那另外呢 就由于英国呢 脱了欧之后呢 那一路陆陆续续呢 就有很多不同的脱欧政策推出 那因为在16年之后 讲了脱欧呢 一路聊聊聊聊聊 然后呢 真正脱了欧之后呢 那些政策呢 是每一年 每一个月 就是 肯定是有些时间 是有些不同的政策推出的 一时又说农产品会加税啊 一时呢 就说要清关啊 那他们自己其实都还没有搞得清楚的 你说清楚 是呀 那一轮到呢 就大家呢 在欧盟去旅行的时间呢 又有新政策推出啦 那2024年的秋季呢 就是大概9月份 10月份的时间呢 在欧盟里面呢 就会推出一个叫 入境出境系统 那英文呢 就简称叫EES 那这个EES是什么来的呢 就是说呢 在英国人呢 travel去欧洲呢 因为我们已经脱离了欧盟了 我们就是非欧盟国家的成员 那所以呢 我们要做的事呢 就比其他欧盟国家呢 是特别多的 那但是呢 有一个更改是好的 有一个更改就是呢 不用再扔印了 那本护照 他就不会再扔东西在你那本护照那里 我喜欢的扔印 反之呢 他就会採集你的指纹 和这个面部的生物的那个识别 那又好了吗 是没有好到 你又说好了吗 扔少一点东西 但我又想看到我去哪里 我喜欢有个人 那我才知道自己去哪里 但是现在没有 你记得以前去日本啊 日本才夸张 那你去日本要退税的嘛 对不对 变单 退税 对了 变态的日本 日本以前 以前去退税呢 那你要拿着那些单 才可以跟他进行的嘛 在那个机场那里 嗯 那现在就方便啦 现在这个店铺就搞得了 对对 以前 哇 他给你盯着那些单 全部都是凹的 那个护照 干什么呀 那本护照 全部都是凹的 这么厚啊 回来的事 全部都是单 撕都撕 他有机会撕 他会帮你撕 但是你本护照呢 全部都是凹的 就好像打个仗那样 很惨的 那本护照 做护照 我看见都觉得欲痛 那欧文说 为什么要推出这个系统呢 不扔印呢 因为扔印呢 是没办法可以真的检测到 那个人是不是有预期居留 就是一个比较麻烦的系统 还有呢 就是手续比较浪费时间 理论上呢 这个新的人面识别 和指纹识别呢 是会快过以前的 希望啦 但是呢 我们呢 就将会进入任何的 欧盟的国家呢 我们都会变成这个 叫第三国国民 第三国国民 不是 第三国国民的 就是我们就再没有享有 就在欧盟地区 喜欢留多久就留多久的 就现在就没有了 总之呢 在任意的180天里面 就是任何连续的180天里面 你是不可以逗留超过90天的 我觉得很少啦 只有90天啊 就好像去日本那样啊 但是欧盟的隔离海而已 过过海 那你去过旅行其实都够的 过过海你就已经是第三国国民了 那是怎样实施呢 一旦这个EES系统成立了之后呢 大家第一次进入这些欧盟国家的时间呢 你就要打指纹啊 人面识别啊 做了整套的 那然后呢 你三年之内 你再去这些国家的话呢 就不用再做了 就是可能 scan一scan你就已经过到了 但是你第一次去呢 就要全面跟你登记 那但是第一次去 如果要登记的话呢 所有需要用的时间呢 是现在扔印的四倍 所以呢 你怎样都会痛一次的 那你痛完一次之后 那些日子呢 就会快了啦 那这个是一个初步的系统啦 EES就会在今年的秋季就开始进行了 是 那另外还有一个叫EASA的 ETIAS的一个system 就是那个是一个visa来的 是 那我之前 我记得几个月前都有讲过 上网要付钱 登记了有个visa 你才可以去欧盟国家 是 那那个就会下一步 就看这个EES的进度是如何先 是 就是如果这个系统是好的 那那个ETIAS的visa系统呢 就可能会押后推出 甚至乎不推出都有可能 那但如果EES系统搞不定的话呢 那那个ETIAS的系统呢 就会随之而来啦 那所以即是 depend on他们的system run 成怎样 那那另外呢 就别说我没有预早提醒大家啦 因为呢 之前我说塞车呢 那些人说我已经买了票了 你现在才跟我讲 我一定要塞你 预早把坏消息帮我听 没用的哦 那我预早多些 等大家买票之前呢 我将个坏消息告诉你们 等你有所心理准备 因为呢 如果这个system呢 在10月的时间正式推出的话呢 是 当局的部门估计呀 最少 最少啊 你排队是14个钟头 什么呀 是啊 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做啊 每一个英国人去都要做啊 还有是没有人有做过嘛 他刚刚推出 那你就刚刚去了 那现在就全部都要等啊 是吧 没有人有的嘛 你叫我今年年尾不要去 是啊 就是简单来说呢 今年年尾 如果你打算去欧盟去旅行的话呢 你要想清楚 你起码要看这个EES系统有没有推出 他一旦推出 你就不要打算了 就是你等那些人先做了 是吧 我们下年的年终 下年的年尾 是吧 看定点先 他们做完了 那你去的时候 你就省了很多时间 如果你是做第一批的话 那全部人都要排队 那全部人四倍时间 那就是14个钟头 minimum charge 站在那儿 宋仔你吓鬼啊 我不信 你可以不信的 我都不信的 现在 14个钟啊 是啊 怎样站在14个钟头 不要紧的 你不信是没所谓的 照买 是吧 不过你记住 你拍片 告诉我 究竟你实际排多少 如果你不是排那么多的话 那我安心 我会跟大家说 OK啦 不要试下 有人做了白老鼠 我们可以去啦 那但是就 你是不是想做白老鼠 就过一下自己判断 好了 第二单 就是有一位网友 今天就 传了一个message给我 那他说 他觉得 希望可以 藉着我节目 提醒香港人 就不要受骗了 那话说 他今天就收到一个 一个诈骗电话 是 那那个诈骗电话 就都挺特别的 就是说 首先那个电话 它是一个没有红号的电话 就是你看不到 是谁打给你 unloan call 那他接了 那他接了电话之后 那个电话职员就说 他自己是来自于 Monso这间银行 那Monso就是一间网上银行 就是跟Revolute差不多 那类型 就是没有客服的 要你自己上网 按按按按按那种 那但是他就比Revolute好些 那他有个FSC approve 就可以你的钱 有一个基本的保证 一间真正的银行 那anyway 这个不是重点 那个重点就在于 那个打电话 他的人 一开口就说 他的户口被人导用了 那就问他的银行 有没有被人扣钱 那这个是惯用伎俩来的 就是常常问你 是怀疑你被人导用了 你有没有被人扣钱 那又问他 你最近在网上 有没有买过东西啊 有没有透露过 那些个人资料 给人知道啊 那这个事主 有一概话说没有啦 那没有之后呢 那个银行职员 就是那个疑似银行职员 就叫他 你上你的APP查一下 你是不是有一笔钱呢 就3700磅 就给一间叫 Redding Buses的公司 就扣了你的 这样 那他就打开这个APP 他就真的见到那笔钱啊 真的见到 有一间叫 Redding Buses的 要扣他钱 是 那这个 这个可疑人物呢 就有一个很 银行职员的口问呢 就问他的account balance 现在还剩下多少钱 那他就 他就立刻很肯定地回答 他说 我是银行 没有这个问题的 那我就很怀疑 他是不是一个 真正的职员呢 这样 那这个人呢 就跟他说 是的 你放心啦 我绝对是银行职员来的 我不会说谎骗你的 这样 是 那他说 他说具体不安的地方呢 就在一般平时的电话呢 就应该很快就剪掉了 但是这个呢 是一个很正宗 英国 英国人的口音 是 就是他说是很posh 就是那种 那种你听下去呢 是一个 一个 白人穿西装即圆 那种的感觉 那种口音 就是你听下去 像是一个很正常 很英国本地人 很正经 很斯文 很礼貌 那种口音 是 那就会令你 觉得 有些稳稳的 究竟他是 骗我啊 还是是真的呢 是真的 那种斯文 那种正常的呢 是吧 那跟着呢 他就还叫他说 他的卡号啊 传名啊 公司名啊 Security code啊 那些东西 告诉他 那他就肯定他是 有事的了 就是肯定是骗徒了 是啊 那跟着呢 就他 一直再三追问 这个银行职员 你究竟是不是 真的是银行职员 那他再三 跟他确认说 他是银行职员 但是呢 他就不相信的 那 然后这个银行 这个所谓银行职员呢 就再传了 一笔钱给他 就说 那你现在 Approve了 那就是3700银 我们refund回给你 那你只要 accept了 就OK的了 如果你不accept的话呢 我们就没办法 refund一笔钱给你了 那跟着 他就说 我是不会accept的 然后就 cut了他 那跟着呢 他还传了 一个截图 给我 那个截图是这样的 3700银 真的有这一单 比如第一个 就是reding buses 然后呢 就是3700银 两次传给他 那他呢 就都decline了 那其实是什么一回事呢 我告诉大家 其实我 我完全明白 他这个scan是怎样进行的 那我明白 首先呢 就是这个 这个可疑人呢 是掌握了 他的银行卡资料 是 那就网上呢 透过一些户口 就是网上面的 一些付费程序呢 就入了他的银行卡资料 是 就过一笔 3700银的数 是 但是呢 在monso的情况下呢 monso是需要 你的银行卡主 登入那个app里面 去认证Approve的 其实大部分银行 都有这样东西 是 monso就一定是的 是啊 那你不approve 那笔钱是过不了的 是啊 那然后呢 他就是想trick这个人 去approve那样东西 所以第一个呢 第一个呢 其实可能是没有3700银 你看到他没有银码在那里 是啊 那其实只不过是 是叫他去 一个check 就是第一个是一个check 这张卡是不是真的是这个owner 很多时候都会这样东西的嘛 你买一样 比如设计酒店 设计机票都会啦 是 就是authorized 是啊 active card check 那跟着那3700银 就不是给钱他 是扣他钱 哦 你明白吗 就是要他accept 去authorize这个payment 是啊 譬如我上去任何一个新的website买东西呢 他都会有一个active card check的 第一个是check是没有银码的 是 是啊 但其实已经开始在转换你的钱了 是 那你到你active card check那里呢 你都不可以按到任何东西 就是make sure你开到了 那你见到他check了你了 ok了 啊 跟着就会来这个 这个数 这个数 就告诉你 你叫approve还是declined 那其实这两次都不是refund钱 两次都是想过他的数 哦 所以呢 他就问那个人 就是问这个事主 你那个account里面有没有足够的 就是有有多少钱 所以他问 就是想知道 他有没有 过不过到那3,700 是啊 知道他足不足够的数 可以过到那3,700、8磅 哦 那如果他不够钱的话 啊 我们搞错了啊 或者是可能过少一点 之后再有个plot啦 是是是 但是如果是够钱 就一下就过了你3,700 那你不熟悉 那个app的操作的时间 进去 咦 真的有3,700这个数 然后真的问我approve还是declined 我就按approve 但是你可能没看清楚 究竟是过走啊 还是收回来嘛 两样东西来的嘛 是是是 收回来是没有这个approve的 我可以跟大家讲 就是你要收钱 就这样就进去啦 对啦 人家收钱给你 是直接就进去 人家给钱给你 你为什么要offerise啊 哈哈 你是不用offerise的 你出去给多少我都可以的 是吧 就是你派利是这样的 你还收那个 你是不需要offerise的 不行啊 是呀 我可以收的都给你了 你不用这么看这样东西嘛 你给钱 你给钱别人的时候 你就要approve这样东西而已 是 所以大家要留意啦 任何这些网上银行呢 都是你拿钱的话 是不需要approve的 是给钱出去才是approve的而已 如果拿钱是有问题的 银行会自动联络你的 就不是这样的情况 是 那所以呢 他为什么觉得 我是要跟大家 讲一讲这件事呢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那个人讲话的语气 口吻 是真的好银行职员 是 那就有别于其他那些 可能是好印度啊 中东啊 那些听不清楚的口音 那你知道 那么多人来英国 你刚刚开始用这些银行服务 或者你转了银行 你其实真的未必一定熟习那样东西是怎样用的 是 不一定是骗老婆的 有时你听不清楚或者听不明白 或者你不肯定他的运作 因为他最主要是看到那个数据在他的app里出现的嘛 他不是凭空只说的嘛 他看到那个数据在app里出现 他就以为那个数据就真的是 出去了 对了出去了 他就打算refund回给你 你一个不个意按了approve你就完结了 那就是很容易会按到那样东西 是 你只要少一笔流神 你就可能不见了那笔钱了 所以大家就应该要特别注意这类型的网上诈骗了 其实网上诈骗就有很多的 每天都会遇到的 我literally刚刚看完他这件事 那头就有个人打电话给我 Hello We use energy company 接着说拜拜 我今天才收到个朋友的电话 说他可能中了诈骗了 怎样中的话 他说他收到一个message 就是Avery的pustle delivery的那间公司 send个message来跟他说 他的pustle被他们hold up了 就有个link 他就要按那个link 接着就有其他东西给他做 他就发现他自己真的买了一些东西 真的是Avery送货来的 是 那他就跟着那个link就按了进去 跟着就问他拿他的全名地址电话 那入完这些之后 他问他拿银行资料 那他就知道不对路了 嗯 没理由问我拿银行资料的 那他就立刻删除了 那他问我怎样算了 我说你已经入了 没有了 入了了 可以怎样呢 不是啊 因为这些呢 真是很容易会发生的 还有他怎样去拿到你的个人资料呢 我给个video大家看看 那这个video呢就不是网上传出来的 这个video呢是我 我加入了一个旧的neighborhood呢 里面他们的neighborhood watch的 whatsapp group那里呢传出来的 是 就其中有一个他们的邻居呢 就今天在下午的时间呢 就拍到有一个白人的女人 就戴了口罩戴了手套 就走去他家里的垃圾桶那里找东西 那他呢就传了这条video出来呢 就叫大家提高警觉 看看会不会有人呢 去找他们的垃圾桶 因为很多时候呢 就在这些情况呢 就去找你的个人资料 比如有没有银行信啊 有没有一些 就是关于个人资料卡的 真的有人找了 真的有人找了 是呀 那很明显啦 这个 这条片不是在网上面那些 新闻里拿出来的 是我自己的一个 别人的neighborhood watch里面的group那里拿出来的 是 那所以大家就要小心了 就是这些事是会发生的 那你最好呢 你的垃圾桶呢 其实用完之后 就是出去捣乱垃圾 最好收回到那个garden里面 其实不是呀 我们一向有个习惯呢 就是譬如信呢 我们会撕坏它啦 是 或者Parsall尼那时候呢 有个地址贴子就撕掉了它啦 是一定要做这些事情啦 就是你要将你自己的名字啊 地址啊那些呢 全部撕掉它 你先好扔那样东西 但是是麻烦的 其实因为 它是很大量的嘛 一个星期你都会有十样八样东西 买到碎子机咯 是呀 那些信又有你的名字啊 那些其实都挺不方便的 但是 有些这样的痴线的会走来 它不是痴线啦 当然是我们觉得它痴线啦 它就走来去找你的个人资料 那一旦它这样拿到的话呢 它就有机会去access到你的information 然后就从而尝试去欺骗你啊 那样东西啊 那这是其中一个方法啦 也都有很多 就是不良的公司 网络公司 是会将你的个人讯息拿出去买啦 那所以我觉得 唯一大家的方法就是 你听多一点 看多一点 知道多一点 不同的诈骗的形式 你有印象这件事 有人讲过的哦 是exactly这样的类型哦 那你就可以避免到 唯一是这样的 看多一点 听多一点 我一发现有的 一旦有人报告跟我讲是有的 我就跟大家讲 那大家存下了个database 拿一本消息宝写下它 这条人会这样这样 下次有人带来的时候 Wait a minute 你骗鬼啊 Let me check This is scam 14 你应该是第14个scam 接着我们知道 你这次骗不到 下一个plot是怎样的 我已经有你的plot了 你不要我骗你一次啊 你比较更加厉害呢 那你就不会被人骗了 好 来到节目的尾声 宋太今天有一些好东西介绍了 有个开心发现啊 是什么呢 原来Audi有芒果干卖的啊 这个真的是我们平时吃的芒果干 吃下去似的 因为英国真的很少芒果干卖 你知道英国的芒果干有酸又干啊 不是啦 Costco有的 之前曾经试过一大多 这个更好吃 这个更好吃 但是呢 它就很小粒的 刺开一块块的 刺开一块块的 还好啊 不用在那里扯 但是 吃下去呢 有芒果干的感觉 就是 就是像亚洲那些芒果干 是啊 但是它没有写片道 它又没有那么甜的 但是它介乎于菠萝肝与芒果干中间 我觉得它 啊 我觉得它已经 不过它小小包呢 又不会吃太多啦 又不会吃超多 跟着 它又切好了 又不用 就是不用你一次过去拿一条 拿一条是很柔的嘛 不是 因为要扯啊 不许多钱 问题是多少钱呢 这包东西 一磅三十五 哦 那便宜啊 是不是啊 一磅三十五 你吃了这么多啊 一百克 明明今早拿到门的啊 现在这么少的 我真的很喜欢吃芒果干的嘛 那大家可以去Audi 去Audi看看吧 Audi是自己的品牌 是啊 是啊 那就是一磅三十五 我觉得值得啊 是啊 你放在车里 我头发 黏一下 就是在车里 你想想 不是啊 你想想 当你开车 开车很硬的 是 有一包这些在那里 咬一下是不是很好 它只有芒果干吗 有没有什么草莓给你干啊 其实什么干都有啊 提子干 但是你就 也有的 有什么 你觉得芒果干最好吃是吧 我是抱着一个试的心态去买它的 勇者 勇者 那大家不妨可以去试一下这个了 都不错 又值得吃的嘛 好了 那么今集的节目呢 去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因为如果我再不完的话呢 松太太就吃完了 差不多就完了 是啊 那就是啦 like share subscribe 下次再见 拜拜